罗马是我去过的最难忘的地方 记得是在2019年10月 疫情还没有开始前 我们去到了意大利 第一站就是罗马 10月是最美好的季节 没有夏天的闷热 也没有冬天的酷冷 白天可以穿上裙子 单衣出行 格外的舒服 再加上罗马的风景吸引着我 一直我都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心情格外的好 罗马的交通特别方便 18欧元买一张罗马卡 可以三天无限制的乘坐地铁 和公交车观光不同的景点 最让我难忘的一天 就是去 纳尔拉广场 万圣殿 盛天是桥 西班牙广场 一大早 我们就乘坐公交车出行 车开得很慢 一路上 可以观赏到风景 和街道上的人们 有一对亚洲面孔的男女 吸引了我 男的高高瘦瘦的 戴着一顶时长的帽子 女的三元色的竹装 包裹着他小巧的身段 他们手挽着手走在一起 绝对的一道浪漫风景线 大约九点 我们到达了 纳尔拉广场 纳尔拉广场 位于意大利 罗马历史中心区 是罗马最美的巴洛克广场 广场中间有三个喷泉 四河喷泉 海神喷泉 摩尔人喷泉 都是很著名的 四河喷泉 位于纳尔拉广场的中心 四个人像 代表四大洲 四条河 非洲的尼罗河 亚洲的恒河 欧洲的多老河 美洲的 拉普拉达河 我被这里的气氛所感染 尽情地拍照 享受的阳光 和美丽的风景 渐游客 渐游客多起来了 一对年轻的舞者 跳起了浪漫的 华尔兹三部曲 小孩们 在玩 肥皂泡泡的游戏 相互追逐着 大一点的孩子 正专心地 画着 那四个雕像 艺人们 自带着音响 唱着歌 表演着节目 吸引来很多的游客 这是多么优雅 又浪漫的气氛啊 更惊讶的是 我们遇上了那一对 路上看见的伴侣 他们仍然手挽着手 我们相互闲聊了几句 原来是从中国天津来的 一对夫妻 我 赞美他们的 浪漫情怀 他们 欣赏我的优雅气质 我们告别了 各自奔向了不同的景点 我在想 难道是罗马的浪漫气氛 感染了他们 还是他们天生 就具有的浪漫 生活就应该如此 浪漫不分年龄 不分地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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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